好的,之前呢,这个我们画底色呀,画衣服的时候啊,颜色都用得比较湿,现在呢,我们要画这个脸的细部了,这个时候我们再用笔用颜色的时候呢,笔上的水分就不要像刚开始,我们大笔图的时候那么湿了,要控制一下笔上的水分,尽量的用干笔和薄的色彩, 来添加颜色,比如说这个边上,你看,薄薄的加一点点,这种感觉,薄薄的色彩,然后笔呢,是这种湿润的,但又不是那种湿的那个水分可以这个流出来的那种,所以就是用这种, 希望你们能感觉到就是这种,很薄的色彩,但是呢,水分又不是很多的,这样可以把颜色很,把这种, 玻璃一样的这样色彩的感觉,上上来,然后我们还能看到,这样上的颜色有点边界,对不对,然后用干净的,湿润的笔,抹一抹,这样就没有明显的边界感, 然后额头的这边,之前有颜色弄脏了,没关系,洗一洗,这个感觉就没有了,包括额头边缘, 我们说帽子底下,其实是有点阴影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的洗一下, 边缘,然后也可以呢,边缘这里,加一点颜色,看,这样帽子的一个这种层次感就出来了, 这个部分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笔上的水分了, 水分偏湿润就行,啊,就是笔湿湿,尽量的这个,偏, 水分,水分要少,这样才好控制这个微亮的颜色的这种,加入, 好,现在我们呢,接下来就一个也是,先把脸型的大的这种感觉,休息一下, 你看,头发这个地方,其实它之前,遮住了我的,就是遮住了一些轮廓, 但是我洗一洗呢,这个轮廓就又恢复出来了, 然后等我们把这个,画头发的时候,外部的脸型这一边,就可以更加的清晰一点, 所以颜色只要少而淡,这个部分就很容易去把控它,我们说或者说去去掌控它,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逐一部分的,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逐一部分的, 脸型这里呢,感觉没有刚才那种脸型的感觉了,所以这里现在在擦掉一点点头发的部分, 让这个脸型给它清晰的透露出来,我们能看到铅笔的这个脸型的痕迹,这个是我们要的, 好,不要担心这一块,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部分,一个一个这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来细化, 先画,右手边的眼睛, 笔上的水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地方,就是控制笔上的水分, 然后用棕色,棕是这个,我一副新的时期吧,它这个色彩用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然后人的皮肤上这种阴影就是棕色呀,生鹤呀,熟鹤呀,涂黄啊,这一系列的颜色, 也没有说像后面现代主义时期一样,然后颜色还搞出什么红的,黄的呀,绿的这种很细腻的变化来,没有, 所以基本上就跟画那个,画铅笔素描一样,就是单色的这种变化, 或者在一个简单色系里的一点变化, 所以用棕色来把这个阴影加强一点点, 然后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画眼珠子的时候, 要把那个眼皮的感觉画出来,所以我们把眼珠的底缘画一下, 就是眼珠本身是个球体,眼珠,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白的一个形状, 它是有一点点的球形,所以我们把这个球形的边缘, 画一画,然后呢,画一画这个黑眼圈下面的这个阴影, 流出我们的这个漂亮的眼皮的厚度, 这个地方手一定要细一点啊, 慢一点点, 就是眼皮的这一点点的厚度, 它就是这幅画上的一个质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然后一点点黑色, 把这个,把这个上眼皮的这个轮廓盖, 慢一点,这种地方, 精巧的地方, 就慢下来, 上眼皮, 然后眼珠, 也是千万不要一下子眼珠花特别黑, 这个部分也是一点一点的让这个有点层次感, 然后眼窝这个地方的阴影呢, 最深的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加一点黑色, 然后像这种过渡的地方就用湿润的鼻, 洗一洗, 这个颜色就过渡过来了, 棕色还要一色, 两个颜色就足够了, 然后眼珠, 要把这个下边缘, 这个鼻尖啊, 轻轻的, 画一点点这个下边缘的感觉, 画出来, 然后强调一下, 然后强调一下, 下眼瞼的, 下眼瞼的, 这个轮廓线, 以及这个鼻子这个地方的阴影, 因为这块是衔接的一个, 有关联的一个区域, 通过这个眼睛, 眼角的这个阴影, 可以突出鼻子的轮廓, 以及这一块的立体感, 所以这个, 明部和暗部之间的, 关系是很重要的, 然后也继续把这个地方的, 然后也继续把这个地方的, 眼睛的这个, 眼圈吧, 处理好, 然后也不能眼圈画得那么圣人, 像现在很不健康一样, 也不要,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把这个眼珠, 加深呢, 就会减轻这个黑眼圈的这种感觉, 这样子就感觉健康多了, 因为眼圈就不是很重了, 所以色彩之间把它是一种互相作用的, 好, 眼皮再加深一点点呢, 让这个人呢, 就有眼睛的立体感就更清晰, 最深的是眼珠部分, 我用的一直是用的这个10号的大笔, 大家可以换6号的小笔来做这个部分, 好, 眉毛我们最后再画, 不用着急, 眉毛用干笔, 轻轻地刷一刷就行了, 关键是把眼睛的这个, 形体感, 还有这种立体感画出来, 眼珠子呢, 是一个很漂亮的弧形的感觉, 如果要是画的讲究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蓝色, 然后呢, 边上呢, 是一点点的黄色, 红色有那种眼珠子的透亮感, 好, 这是色彩比较复杂, 或者比较丰富的一个部分, 但是, 我们不用那么的细腻, 因为这幅画很小, 所以很多细节的话, 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所以关键是画出这个, 我们说, 眼珠子的这个, 圆形和眼皮的厚度, 现在眼珠子的圆形基本上是够了, 然后眼, 眼窝这个, 因为眼珠眼皮它是, 一个整体的, 所以, 阴影部分呢, 也是要互相的呼应, 这个颜色的深浅要互相的呼应, 不能有的东西特别深, 然后, 眼珠子特别深, 然后其他的阴影不够, 这个整体的感觉就, 立体感就不强, 所以, 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耗时间, 耗耐心, 需要耐心去慢慢的观察, 然后一点一点的去, 一点一点的去慢慢的细化, 然后, 让这个部分更加的, 有细节, 有看头的一个部分,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 眼皮的这个厚度留下来了, 就非常的好看, 这个就有一种, 很细腻的感觉, 注意处理这个边缘的部分, 一定要有这种圆形的包裹感, 黑色和棕色就足够了, 看, 这样子就好, 好的, 这是右边的眼睛, 画成这样呢, 还不够, 这个眼角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看到, 它是深度, 比较深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也要, 稍微深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清晰啊, 很多这个结构, 我们都需要去推敲, 才能够感觉到, 所以眼角这个地方, 要再稍微深一点, 这样子, 这种光感, 它才符合理性, 黑色的部分, 这个就是画龙点睛的部分, 所以, 一定一定要有耐心, 这个部分, 眼皮的厚度这个部分, 然后画完眼皮, 那眼珠子就可以, 边缘线呢, 然后中间呢, 稍微加一加, 对, 你看, 加一点点, 提一点点瞳孔之后呢, 整个眼珠的这种, 鲜活感, 就更好了, 好, 这个右边的眼睛就画完了, 接下来画左边的眼睛啊, 接下来呢, 画左边的眼睛, 其实, 跟右边的眼睛, 它上色的方法是一样的, 同样也是, 就是, 笔上的水分控制好, 用尽量的, 湿润偏干的笔出, 然后再少量的颜色, 薄层薄层的一点一点的话, 因为汁已经干了, 所以我们的手可以放在这个纸上面, 不用担心, 把光约过来一点, 好, 这个时候呢, 加上这个眼窝的部分, 然后眼角的部分, 这个光感是, 一个很微妙的感觉, 然后, 眼窝这里的深度, 然后, 然后, 还有眼圈, 然后比较注意的, 就是大家画这个下眼皮的时候, 跟右边是一样的, 流出那个眼皮的厚度, 那条淡淡的白色的厚度,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 我们说, 拧暗分布啊, 眼珠这个地方也有点暗布, 然后, 眼窝有点暗布, 一点一点慢慢来, 不要一下子就加的特别深, 然后呢, 我们可以也是把, 上眼皮, 记住颜色, 不要一下子就加上特别深, 先从棕色开始, 然后, 画出眼睛的形状, 然后, 它眼角啊, 是一个很开的眼角, 我们把这个眼角, 这个地方慢慢的弱化, 然后, 内眼角这地方, 有一点, 但是很快呢, 就看不到了, 然后就只能看见, 下眼皮,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细腻一点, 它这个眼睛这个部分, 是非常的有特点的, 然后下眼皮的这个, 睫毛的这个线, 顺着我们, 的铅笔画好的这个线, 这个线画出来, 薄层的慢慢的加, 就不会出问题, 然后, 晕染开这个线, 这个眼线啊, 让它成为眼皮的一部分, 就一边观察, 大家在这个时候, 就是一边观察, 然后一边添加这个阴影, 眼珠, 然后眼角, 能看到一点点的这个眼珠的这个边缘, 但是非常的淡, 就这个地方, 用色彩反而比较容易, 就是呈现出, Rafael的这个面部特点, 用铅笔的话, 反倒是, 不如色彩的表现力强, 在这个部分, 拿一点点半斤的纸, 比较有特点的啊, 就是它的那个, 眼皮的处理方法, 眼角的, 眼窝, 这个眼角, 然后我们不喜欢, 这个黑眼圈的边界这么的清晰, 拿干净的, 湿润的, 干净无色的, 水彩皮抹一抹, 边缘的那种, 我们说很尖锐的感觉, 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时候, 可以慢慢的开始放黑色, 在眼睛的, 眼珠这个地方, 先是从淡黑色开始, 不用一开始就那么浓了, 从淡黑色, 开始放到眼珠, 然后慢慢的加深上眼睫,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线条来修正我们的眼睛的形状 所以千万不必说一下子就把这个形状用黑笔给勾出来 这样子如果万一你们没有画好的话都改都没有办法改 所以从前的颜色开始上呢就比较容易在过程中给自己一点修改的这种余地和空间 这个时候这个立体感就慢慢的更漂亮一些 然后注意到眼角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红血丝的感觉 所以可以挑一点点粉红的颜色在这个眼角这个地方 给一点点红粉红的感觉 都不是太强烈的这种红色一点点就可以 所以在这个部分它的这个色彩其实是 这些细节是很有看透的 然后眼角是一个亮亮的颜色 眼窝 深一点点的眼窝 它这个眼窝并没有说整个包下来 它是一半 然后很深的就拉到这个眼睛上面的那个眉骨上去 所以是这种开放的线条 然后眼窝并没有黑色的感觉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个颜色控制在棕色调的范围内 然后慢慢的在这个颜色加深 这样就有一个层次感 就不觉得好像是用线在画画 就体会这样子就能有一种好一点的我们说快面感 然后把棕色稍微晕开一点点 沿外边沿稍微晕开一点点 让它有一种面的过度感 让它有一种面的过度感 然后是笔刷上的水分 一再一再的跟大家讲这个水分少一点不要太多 眼皮 下面的眼尖 下面眼尖 这个弧度的变化和Rafael的脸型还有眼型 它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这个你们需要时间慢慢去体会 就是他这个眼角做了一个很 很迅速的一个这种转折 它其实是说明它的脸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小脸型 很秀气的一个窄脸型 然后你看这个下眼瞼和眼白之间 眼球之间的这个 其实没有太明显的线条感 所以这个颜色很淡很淡的勾一点 有一个眼球感在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加深眼珠 它没有像我们现代人画画一样 把那个眼珠留一个高光 显得特别有神 古典主义时期 文艺复兴的时候 艺术家们还不太喜欢玩这个 高反光 所以眼睛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的 黑色的颜色 但是这个黑色不是一个简单的颜色 我们仔细地看它的眼珠里 这个黑色也是有变化的 边上一圈黑色呢 外面一圈稍微淡一点 中间的瞳孔就深一点 然后在外圈呢 好像有一个黑色的 边线包围的这个眼珠一样 这个部分不用急 慢一点 眼睛是 脸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一定要 画得精致一点 精细一点的 眼珠外面有一圈 深一点的黑色 然后 里面呢 就有深一点的瞳孔 然后眼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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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眼睛画在这里 其实就可以的了 不用太多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眉毛画了 眉毛的笔啊 一定要干一点 非常干非常干 就是我们画到现在这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手上 笔刷上的水就非常少 然后用这个干的笔刷 轻轻地蹭出这个眉毛的 感觉就可以了 眉毛也是可以 有点层次感 有点层次感 颜色不要一下子就上得很深 因为 其实如果笔很干的话 颜色也不可能就特别的浓 当然也有可能 你们沾特别浓的颜色也是灰的 总之控制笔上的水分 然后慢慢地扫这个眉毛 用干笔慢慢地 加上眉毛 现在我的笔非常的干 所以这个毛啊 就有那种 融融的感觉 先淡淡地放一些吧 然后等画头发的时候 再过来加这个 眉毛也可以 总之眉毛不要画的那个 平平的一个颜色 跟纹的那个形状一样 深深浅浅 毛毛茸茸的 不要画的一个板一样的 那么光滑 颜色有一点深浅出息的变化 眉毛先画成这样啊 不就暂时先不加了 等一下画头发的时候再加 眼睛先画成这样 然后画鼻子 鼻子呢 一样的啊 也是淡淡的 这个阴影我们 也是用棕色 还有黄色 土黄色来画鼻子的阴影 虽然说这个鼻子的轮廓线在这里 但是呢 鼻子的这个鼻梁 它也是一个圆形的 所以在轮廓线这一边呢 也有一小部分的这个 颜色就是黄色在这个鼻头上 然后 鼻底的阴影部分 也是有这个 用这个土黄色来完成 所以鼻子并不是简单的 一个亮部和一个暗部 就解决的问题 它的这个 亮部和暗部之间呢 也有一些过度的部分 那我们就用这个 土黄色把这个过度的部分 给它呈现出来 这个鼻翼和鼻梁之间呢 它也是有很漂亮的变化的 然后包括这个 鼻梁这个地方 之前我们说也是有一小段的阴影感 可以浅浅的加一点点 然后 土黄色 把这个明暗交界面呢 我们常常说 这种球体 颜色最深的地方 是交界的地方 所以鼻子要画出立体感来呢 其实就要把它当做球体来画 然后鼻子下面呢 是有一段鼻梁的 然后这一段边缘线 就可以用稍微黑一点点的颜色 再把这个边缘突出一点点 同时呢 鼻孔也是用的这个 同样的这种 深色调一点点 就这样 其实是少少的一点 它就把鼻子的 这种圆润的立体的感觉 就表达出来了 那它这个黑色的线呢 不要是孤独的线 把它稍微的晕开一点 晕开在这个形体中 它鼻孔不用晕开 因为鼻孔是一个边缘的 它和边缘是 就不是一个连续平面 鼻孔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solid一点点 这个鼻子的形状就画好了 接下来就画嘴 有时候不要画太过 像鼻子的话 把鼻头啊 鼻翼啊 鼻孔啊 还有鼻底这个部分的阴影 稍稍处理一点点 鼻子的立体感 其实就够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嘴的这个部分 也是一样的 鼻刷要干一点点 不要太多的这个水分 然后颜色的话 虽然嘴唇是红色的 但是其实啊 在这个上面没有太多红色的感觉 所以就是在黄色棕色里头 挑一点点红的感觉就可以了 有一点点粉气就够 不是那种大红唇的感觉 不是那种大红唇的感觉 然后沿着这个嘴唇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先画上嘴唇再画下嘴唇 但是一定要分开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平面 所以其实是橘黄色 是不是橘黄色 其实就是那个土黄色加一点点那个 我们中间那个正红一点点 所以是偏橘黄的一点点感觉 这就足够了 大家一定不要画过 然后呢 人中在这个地方起到了 对这个形体起到了很重要的 叫提示作用 所以我们不要忘了 就用这个橘黄色来一点点 人中 然后外面来一点点这个阴影 然后人中不要太强 把它外语运动过 先稍微地洗一洗 这个 要洗得柔和一点点 因为人中是一个软软的一个形体 没有那种很尖锐的那种感觉 这个部分都有一种阴影的感觉 可以慢慢地再加一点点回来 下嘴唇其实没有太多的颜色 就一点点这个 唇峰下面有一点点的色彩 提现了下嘴唇的两个唇珠的位置 就够了 没有太多颜色 避免 毕竟男生和女生这个 这种表现的方式 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不要画出口红的感觉 然后 通过下嘴唇下面的这个阴影 就能够提现出下嘴唇的存在感 但是上嘴唇呢 并没有 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因为它 右侧是背光的一面 所以呢 这一侧的这个嘴唇 我们就 给它 多一点 颜色稍微 厚一点点 重一点点 让它有一个这种 在阴影面里的感觉 这样你们看 左边右边它的感觉 就这个光感就不同了 然后呢 在嘴角和这个唇缝 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加深一点 加重一点点 让这个嘴就有一点 变化的表情的这种感觉 嘴角这里 最深的 加深一点点 就可以了 然后阴影也是有层次的 下巴这里的阴影也不是说就是一整片 它也是有一 有一点层次感的 而且嘴唇是有厚度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阴影稍微的 带上来一点点 就把这个嘴唇的这个 下嘴唇的这个 位置 边缘稍稍微给一点 给一点 然后就够了 只需要一点点的这个很淡的颜色的 这种 这种 这种好像是颜色的一个 示意就行 然后柔化这个阴影的边界 它并不是一个 非常的 sharp的一个感觉 它是一个柔和的一个面 都是呢 把阴影感加深一点点 这样其实这个五官感就已经不错了 然后鼻子下面的阴影啊 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 鼻子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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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的右側比較重的陰影 乾一點 潤一點的 乾一點 薄一點 顏色一點一點的 現在往上畫 就好像把這個軟筆當硬筆來用一樣 好像在塗鉗筆一樣 隱隱這個部分揉開一點 嘴唇還可以稍微 過來一點點 這個感覺就 這樣 你看這個人中和嘴唇的位置 就感覺更合理一點 對 對 好的 這就是一個比較秀麗的 把這個輪廓稍微秀一下 注意一下 很漂亮的這個輪廓線 也是畫得很精緻的 這時候頭髮乾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 在這個地方把輪廓 重新的 接定一下 勾一下 用我們之前的 圍住我們原來的那個 很漂亮的輪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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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裏面的臉 和輪廓 然後就用這個顏色 把頭髮外面 稍微加一點了 也是一樣到這個時候 所有的塗色 要注意控制水分 不要像剛開始一樣 畫出那種毛毛的 濃濃的水色感 這個時候都是要偏乾筆的感覺 都是要偏乾筆的感覺 都是要偏乾筆的感覺 在輪廓部的陰影 並沒有說畫得特別的深 我們的這個陰影 其實是 感覺是比較 這個處理的是比較淡的 事實上我們能夠看到 這一圈的陰影 其實是蠻深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這一邊 稍微再加深一點點 加深一點點這種 我們說 按部的 右邊按部的 這種輪廓感 怎麼加呢 大面積的加 大面積的加 但是一定要避開 我們這個漂亮的眼線 還在半白畫了 加了之後呢 整個的暗部需要加深的 再加深 然後 黑眼圈需要加深的加深 然後眼睛沿著這個 輪廓的一圈 加深 然後下巴沿著這個 輪廓的一圈 輪廓的一圈 加深 加深 其實這就是這個 體積的一個 基本的表現方式 加深這個邊緣 然後就會有一種 拱起的效果 然後注意呢 這外邊緣流出一個亮邊來 這樣它就會是一種圓形體 而不會是一種 叫我們說 那種 拱形體吧 這個詞不太好找 臉 等一下畫頭髮的時候 再去 refine 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主要是我們把這個 陰影的部分 處理一下 就是脖子到這個地方 這個明顯的這個陰影面 然後呢 我們處理另一邊的這個 臉頰 就是這裡的陰影 還可以再深一點點 大家看這個筆很乾 所以輕輕地抹一抹 只是筆頭有點顏色 筆的身體上是水分 所以這樣一抹呢 其實跟那個毛筆一樣 它就是有一個很自然的 是暈染的一個區域 然後這個 臉頰只畫到這裡 別畫長了 下面這一塊呢 就是用一點點 還是一樣的 用一點點這種 淡黃色 把這整個區域 畫一畫 然後 脖子這裡接上來 它是一個 這個地方是一個臉圓圓的一個感覺 所以不要把這塊畫死了 流出一個開放的一種 有這個地方有點 flush的那種 fresh的那種感覺 肉感在這個地方 保持這個地方的一個陰影區就可以了 然後 脖子呢 也有很漂亮的陰影 脖子分正面和側面 所以 我們看到的這一塊 是側面 其實正面是一小塊 在這邊的 畫這個的時候 大家留意一下 不要把那個 白的花邊給塗了 不小心塗了一點點 把這個畫邊的位置 流出來 這個陰影呢 也是 一塊 邊緣也是少一點 少的 均勻過度 不要好像一個很尖銳的一個角度 然後脖子這邊也是 其實 古典主意在這個部分的處理 是相對是簡單的 現代的這些 所以 寫實主意的話 在這個地方的處理 會更細膩一些 所以在頭髮的邊緣 再有一點點陰影 這樣頭髮的立體感 也就 體現出來了 然後耳朵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 一點點的暗示了 就是 我們能看得到一塊 粉粉的 黃黃的 粉粉的一塊 耳垂 黃黃粉粉的一塊耳垂 然後呢 耳垂這個地方呢 裡頭有一點陰影 然後邊上有一點點陰影 這樣這個耳垂的這個 厚度 有一個厚度感留在這裡 就夠了 就不要宣冰多主 因為耳朵在這裡 它並不是這幅 這個畫的一個 亮點 所以它處理的 比較簡單 然後同樣跟對面頭髮一樣 然後 給這邊的頭髮也是 放一個底色 然後 鼻呢 可以 偏乾一點點 這個還不夠乾 刷一點點 這個棕色 刷一點點 這個棕色 然後 然後 頭髮和 並腳 銜接的這個地方 顏色 顏色要 柔軟一點 過度要柔軟一點 不要有那個 也是很明顯的 頭髮的 很明顯的那個界限感 不要有 這個地方做模糊一點 然後 這邊也都 整個的這種 界限感 不要那麼清楚 這個部分是底色 並不是頭髮的這個 完全的樣子 這個底色吧 帶一點紅棕色 頭髮的感覺 稍稍地抹一下 這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回過頭來 加深一下這個 帽子和頭髮之間的這個 陰影感 然後 額頭這邊的 這種 陰影的感覺 加深一點點 讓這種 圓形的 額頭的感覺 強烈一點點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 再用一點點 對 就可以用點黑的 深的顏色 畫頭髮 其實這個時候 基本上就畫的差不多了 用深一點的黑色 然後 畫頭髮 筆稍微乾一點點 其實就是用乾一點的筆 把那個 頭髮按著頭髮絲的位置 稍稍地畫一畫就可以了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都不必畫的特別的 那種 細緻 但是呢 注意 輪廓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時候 來把這個 臉型 再做最後的 確定和修正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小心 請 千萬別 畫跑了 畫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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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淡一点点 然后把这种 对,就顺着这个 头发的这个 趁着脸的轮廓画一画 然后带一点点这种卷发的感觉出来就行了 画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画的很轻松的 并没有太多的 然后另一边 顺着头发的方向 顺着头发的方向 但是呢 又 我们说感觉其实是有点血液的感觉 然后头发吧 它画的比较的 并没有太多的受这个形 形态形式的影响 所以呢 是比较愉快的一个部分 所以大家拿干笔慢慢的 画一画就可以了 头发的这种 这头发的这种 卷发的 层次 比干一点点 看得到我们这个鼻处是很干的 好 并没有完啊 这不是说这一层就完了 头发可以广泛的多画几层 让这个头发部分的这种层次感更丰富一点 好 所以頭髮底色是這種棕紅色的 然後頭髮絲又是這種黑色的線條 所以頭髮就可以畫出這種 很有這種 就色彩有這種亮的,就是這種光感啊,亮的感覺啊,層次感啊就可以很豐富的表達出來 所以我們畫頭髮的時候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有一個底色,然後在這個底色的基礎上 我們再去這個 加一層這個線條或者是上面的顏色 背景其實我們也用了同樣的方法 所以好幾層顏色畫在這個畫面上 就有一種,就有這個 比較好的這種 色彩就有比較豐富的感覺 鼻很乾的時候毛就會分叉 分叉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它這種感覺 畫頭髮倒是不錯 有這種毛毛沙沙的感覺 雖然說畫得很簡單 可是感覺就立體感還蠻強的 這邊呢,同樣的畫一 可以 再加一加上這種 線條更自由一點 毛毛的感覺 強一點點 好,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乾餅 再把眉毛加一點點 因為我們剛才畫的時候 眉毛比較淡一點 現在就用這個乾的筆 把眉毛在 中間黑的部分 再加一些 順著這個眉毛的方向畫了 我放近一點看 大家能看到這個眉毛的方向是怎麼畫的 那順著眉毛的生長方向 這樣,這個眉尾是這個角度 然後順著往上這個角度就漸漸打開 就畫出這種 像畫眉一樣 畫出這種毛髮的 這種感覺 這個地方的陰影 銜接上眉毛 這個地方的陰影 把眼睛這裡的這一點點這種 很巧的這種 眼型 畫出來 消化 發生 好嗎 在這裡 我現在要用這個 來 在這裡 對方稍微的深一點點 頭髮也蓋過來一點點 都沒有露這麼大 最後就是做一些 調整了 哦對還有一個衣服領子沒有畫 等一下啊 耳朵這裡是一個暗部 所以 這個部分 其實是蠻黑的 不太看得清楚 所以頭髮也蓋多一點點 讓這個地方的細節就 遮多一點點 那這裡的細節就不是那麼的需要去推敲 只要有點耳垂的感覺在這裡 就可以了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耳垂這個地方 亮一塊 留在這裡 就是我們知道耳朵在這裡 就行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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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最后一点点就是这个衣服 黑衣服上面这一段白色的花边 这段花边怎么画呢 我们要通过衬托的方法来画这个花边 就是用一些用脖子上的肤色 来衬托这个白色的颜色 所以把这个脖子这个地方的黄色追一遍 这位的加深一点点 然后呢把这个颜色揉开 这个白色的这个蕾丝边呢 就把这个形注意 外形给它 扩出来 轮廓的这种感觉 扩出来 然后呢 主要是通过对比了 这个黄边和白边对比 自然就有一种这种蕾丝边的感觉 然后就是画出这种 折 加一点点这些 淡黄色的这种 纹理 它就有这种折皱的感觉 也不用画的特别的规矩 也不用画的特别的那个有规律啊 就是稍微的 这么间隔的 画一点点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点到即止的感觉 不用太去着力的画这个部分 有一点意思就够了 这就够了 对于这幅画来说 它因为它不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所以画这么多就够了 把这个 这种看法 可以用微波 巧克力